Hello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视频,我们今天继续和《河浪梦》的书,我们下期。 第116回,和通灵幻境陆仙人,送你辞旧故乡,传孝道。 书画宝玉一听舍月的话,深往后遥,富佑死去,记得往夫人等,不叫不止。 舍月自知誓言之祸,此时王夫人等也不及说他,那舍月一面哭着,一面打散主意。 心想,若是宝玉一子左边自尽,跟了他去。 不言舍月心里的事,且说王夫人等见叫不回来,赶着叫人出来找和尚救治。 去着甲镇境内出去时,那和尚也不见了,甲镇正在差异。 听见里头又闹,急忙进来,见宝玉又是先前的样子。 牙关紧闭,外戏全无。 用人在心窝中一摸,上市温热。 甲镇只得急忙紧易,外观要救治。 那只宝玉的门座早已出了桥了,已到死了不成。 却原来恍恍惚惚感到前厅。 见那宋玉的和尚坐着,便失了礼。 那和尚忙站起身来,拉着宝玉就走。 宝玉跟了和尚,觉得深情如业。 觉得深情如业,飘飘摇摇,也没出道理。 不知从哪里走出来了。 行了一沉,到了个荒野地方,远远的望见一座开楼。 好像曾经到过,正要问了和尚。 之间往往复复,又来了一个女人。 宝玉心里想到,这样旷野地方了。 哪何有无子的历人? 即使神仙下界了。 宝玉想着走近前来,窃窃一看, 竟有些认得了。 只是一时想起来。 见那女人和和尚打了一个照片, 就不见了。 宝玉想,竟是尤三姐的样子。 越发纳闷。 怎么他也在这里了。 又要问世,那和尚,找了和尚, 已经过了拍了。 今天台上写着真来无敬, 出的大字。 两天一次对人来试, 下去真来真胜讲。 无缘有事有缘,非无。 刚过台幅,便是一部空门。 门上也函数, 门上也函数写着四个大字。 不善过瘾,又有一株对联,大声音。 过去未来。 莫为至嫌能打破。 前因后果, 须知清静,不相反。 宝玉看了,心下想到了。 原来如此,我倒要问问英国来去的事了。 这么一想, 只见鸳鸯站在那里, 找手而叫他。 宝玉想不到。 我走了半日, 远不曾出原则。 怎么改了样儿呢? 怎么改了样儿呢? 敢着要和鸳鸯说话。 其次一转眼,便不见我。 心里不眠,疑惑起来。 走到鸳鸯站在,走到鸳鸯站的地方。 还是一溜黑店,各处都有点了。 宝玉无心去看,只向鸳鸯立的所在奔去。 见那一间黑店的门半眼半开。 宝玉也不敢造次进去。 心里正要问那和尚一声。 回过头来。 和尚早已不见了。 宝玉往屋间那店子威武, 却飞大观园景象。 便立住脚,抬头看那饼盒上写道。 鸳爵琴痴, 两边写的对链道。 喜笑悲哀都市家, 贪求思闹总一事。 宝玉看了,便点头叹息。 想要进去找鸳鸯, 问他是什么所在。 细细想来, 甚是说识, 便仗着胆子推门进去。 满屋一瞧, 并不见鸳鸯, 那头只是黑漆漆的, 剩下害怕, 真要退出。 只有十数个大厨, 出门半夜。 宝玉忽然想起, 我少时做梦, 曾经到过这样的地方, 已经能够亲身到此, 也是大幸。 好不见, 他找鸳鸯的念头望, 便仗着胆子, 把上手大厨开了床门一脚, 建有好几本册子, 心里更绝喜欢, 心里更绝喜欢, 想到大凡人做梦。 说是假的, 岂止有这梦, 并有这事。 我常说, 还要做这个梦, 再不能等, 无料进而被我找着了。 但不知那册子是, 那个见过的路是, 很伸手, 在上头取了一本, 村上写着, 清零十二拆正册。 宝玉忽拿着一想, 道, 我恍惚记得是哪, 只恨记得不清楚, 便打开抖一眼看去, 见上头有画, 但是画即模糊, 再瞧不出来, 后面有几行字, 也不清楚, 上头脑里, 便细细地看去, 见有什么玉带上头, 有个好像的影子, 见有什么玉带上头, 有个好像, 有个好像的影子, 见有什么玉带上头, 有个好像的影子, 心里想到, 莫不是说女妹妹吧, 便认真看去, 底下又有, 精灾学理, 精灾, 精灾学理四字, 插一道, 怎么又像她的名字来呢, 不将前后四句, 合起来, 一念道, 也没有什么道理, 只是暗藏着, 发两个名字, 并不为妻, 又有那连字, 探字不好, 这是怎么解释, 想到那里, 又退了, 或是拖着看, 我只管, 但想起来, 尚有人来, 又看不成了, 再往后看, 也无想要戏文那画图, 只从头, 只从头看去, 看到尾声, 有几句词, 什么古兔相逢, 大蒙国一句, 便恍然大入道, 是的, 果然极端不爽, 这必是圆春姐姐了, 我都是这样的, 都要抄了去, 吸吻起来, 那些姊妹们的, 受腰痛, 那些姊妹们的, 受腰拳痛, 没有不知的, 我回去, 自不肯泄露, 只做一个, 未不先知的人, 也省了多少现象, 又想各处一条, 并没有笔念, 有独人来, 只能忙着看去, 这件图上, 隐隐, 有一个, 放风针的人, 也无心去看, 积极地将那十二手, 十一次都看遍了, 也有一看便吃的, 也有一想便得的, 也有不到明白的, 心想牢牢记着, 一面叹息, 一面又取那精灵, 又负责, 一看, 看到, 看见幽灵, 有福, 谁知公司, 遗远, 先前步, 见身上有, 大喜点子, 便大精, 痛哭起来, 再要往后再看, 听见有人说的, 牛发达了, 你妹妹, 九年, 好似鸳鸯的升起, 回头却不见人, 心中正次静怡, 估鸳鸯在龙外招手, 宝鸳一见, 急得赶出来, 但仅鸳鸯在前, 隐隐绰绰地走, 只是赶不上, 宝鸳教导, 好姐姐, 等等我, 和鸳鸯定位, 只顾前走, 宝鸳无奈, 尽力赶去, 不见朋友, 一栋天, 楼阁高耸, 殿小零五, 且有好些, 公募于领约期间, 好于探看景色, 尽将约要忘了, 好于顺步走入一座房门, 内有七花一分, 都也认不明白, 唯有白石花蓝围着一颗清酒, 夜头上唯有红色, 但不知是何明草, 但不知是何明草, 这样, 金贵, 只见微风冻畜, 那青草已妖, 那青草已百妖不休, 随说是一只小草, 又无花, 其妩媚之派不见你, 心动神怡, 闻霄客丧, 宝玉只管呆呆地看着, 只听见旁边有一人说道, 你是哪里来的传物, 在此窥探仙草, 宝玉听了, 吃了一惊, 不如看诗却是一位仙女, 便视力道, 我找梅阳姐姐, 如如仙境, 说我冒昧之罪, 请问神仙姐姐, 这里是何地方, 怎么我原本姐姐, 到此还说是灵妹妹叫我, 忘记明事, 那人道, 谁是你的姐姐妹妹, 我是看管仙草的, 不许凡人再次逗留, 宝玉欲带要出来, 又舍不得, 吃了羊高岛, 神仙姐姐, 其实那管理仙草的, 依然是花神姐姐的, 但不知这草有何好处, 那仙女道, 你要知道这草, 说起来话长正的, 那仙草本在雲河岸上, 名曰酱猪草, 因那时伟伴, 幸得一个神因事者, 日以甘露灌溉, 得以长生, 后来将凡历劫, 宝环抱灌溉之, 心反而为真净, 所以仅换仙子, 命我看管, 不令风禅叠练, 不令风禅叠练, 宝环听了不解, 一心一定必是遇见了花神的, 今日断渴当年测祸, 便问, 管这草的是神仙姐姐的, 还有无数名画, 必有专管的, 我也不敢反问, 只有看管风花的是哪位神仙, 那仙女道, 我却不知, 出示我方, 出示我主人黄晓, 宝环便问道, 姐姐的主人是谁, 那仙女道, 我主人是萧香妃子, 宝环听道, 是了, 你不知道, 这位妃子, 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, 那仙女道, 不说, 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, 最后为萧香妃子, 并不是, 俄红女婴之辈, 何德与凡人有情, 你少来捆说吧, 瞧着叫, 历史打你出去, 宝环听了发阵, 直觉自行, 直觉自行慰咒, 这样推出, 又听见有人敢来说道, 里面叫醒神音使者, 那仙女道, 我奋命等了好些事, 从不见有神音使者过去, 你叫我哪里请去, 那一个笑道, 抬退去的不胜, 那仙女慌芒赶出来说, 请神音使者回来, 宝环只道是问别人, 又怕被人追赶, 只得两枪而逃, 陈左师只见一人舍一宝剑, 一面拦住, 说, 哪里走, 吓得宝环惊慌惊惊惊惊惊, 张志胆抬头一看, 却不是别人, 就是游三姐, 宝环见了, 瑞宗奇耶神, 秧高道, 姐姐, 怎么你眼来逼起我, 怎么你眼来逼起我来了, 那仙道, 你弟兄没有一个好人, 拜人民节, 夫人婚姻, 今儿你到这里, 是不饶你的了, 宝环听了, 话头不好, 趁自着急, 只听后面有人笑道, 姐姐, 快快拦住她, 不要放她走的, 有三姐道, 不奉妃子之命, 等候九里, 等候九, 君儿见了, 必定要一箭斩断你的成员, 宝环听了, 一发琢磨, 一发招磨, 宝环听了, 一发琢磨, 又不懂, 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, 值得回头要跑, 岂止身后说话的, 并对别人, 却是情文, 宝环一见, 悲喜交信, 便说, 我一个人走迷了道, 一见仇人, 我要逃回, 却不见你们一人跟着我, 如今, 秦文姐姐, 快快的带我回家去吧, 秦文道, 适者不必多疑, 无非秦文, 我是奉你, 非子之命, 可来请你一会, 印度难为你, 王玉满足故意, 值得问道, 姐姐说是妃子叫我, 那妃子, 就是佛人, 秦文道, 此时不必问, 到了那, 自然知道。 好, 谢谢大家, 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了,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, 拜拜。